北京时间3月8日凌晨,欧关赛场结束了两场比赛,总比分4比3晋级八强,曼城在主场1比2不迪巴塞尔,总比分5比2晋级,欧关迪巴拉商与复出绝杀救助,尤文图斯2比1托特纳姆热刺,北京时间3月8日凌晨3点45分,2017-2018赛季欧关8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,凭借一瓜英和迪巴拉的进球,尤文2比1战胜热刺,两回合一平一胜晋级八强, 开场热刺掌握主动,第32分钟,特里平尔右路斜角禁区,被纳蒂亚头锤解围不远,阿里进区前沿西角冷射,其球被布缝倒地扑住,热刺第39分钟取得领先,凯恩右路转身直船,埃里克森在送禁区,阿里推射被巴尔扎利封堵,但特里平尔右路在船中,孙行民后点剧门8米外推射,见过基耶利民和布缝入网,1比0,下半场尤文吹响反击号角, 第53分钟,基耶利民战术范规撞翻阿里,吃到黄牌,第56分钟,阿里中场一抢灯塔赫迪拉,也被黄牌警告,第64分钟,伊瓜因为球队扳平比分,迪巴拉直散,利器施探那下底船中,赫迪拉头锤百度,伊瓜因小禁区中央林空一边得手,1比1,三分钟后,刘文反超比分,基耶利民后场直转,伊瓜因中场停球转身一扇,迪巴拉单刀突入禁区, 这里左脚镜射破门,2比1,尤文图斯4-3-3,1不逢15,巴尔扎利,4,贝纳帝亚61,利器施探那,3,基耶利民,12,阿莱士方德罗6,赫迪拉,5,皮亚迷奇,14,马图1-60,阿萨默阿11到格拉斯科斯塔,9,伊瓜因83,斯图阿罗,10,迪巴拉,欧冠,有惊无险,热苏斯破门曼城1-2落败总分5-2晋级, 北京时间3月8日3点45分,2017-18赛季欧冠8分之1决赛,次回合一场焦点战在伊比哈德球场展开争夺, 曼城主场1-2不敌巴塞尔,热苏斯先拔头筹,阿尔犹努西转射,迈克尔朗进球反超,曼城总比分5-2晋级8强, 第8分钟,曼城首先取得进球,在内突破分球,被袭进去右侧低行球斜船, 远端跟进的热苏苏推射破门,1-0,第17分钟,巴塞尔手转弓, 一位里维俄斯左路带球杀入禁区,送出低行球横传,阿尔犹努西前点停球净射破门, 1-1,第72分钟,阿尔犹努西右路沉底后向回带,低行球传中道进门柱,前点到位的一位朗桥角度抽射破门, 1-2,曼城处于落后,曼城4-3-3,1-布拉沃,3-达尼洛,5-斯通斯,14-拉波尔特,35-金琴科,8-京都安66,55-迪亚斯,42-亚亚图雷,47-福登89,24-阿达拉比奥约,20-贝纳尔多,33-热苏斯,19-赞妹